欢迎KG频道 本周开放大师模式 今天要介绍遗忘之主攻击模式 困难版本的重击加震波 两下就让你倒地了 为了解成就花了一段时间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判断走位 依序介绍攻击模式 重锤加震波 手臂会发出红色光芒 随后重锤地面再发产生地震波 飘药可以闪过 后续攻击手臂红色光芒位置 场地分为左中右 左中侧它惯用左手 打击点大多都在场地中央 实测后蓝点位置 可免伤并快速反击 一开始玩家站在分隔线上 会更好闪避 挥手扫场地 手掌心发出红色光芒 左边挥手入镜 人物走到右侧区域 不会被攻击到 如果闪不掉 你能扛下伤害 这里建议玩家 摇篮要选优势屏障 弱点击败或换弹 获得30%生命值护盾 也可以再搭配污毒娃娃 附身在遗忘之主身上 帮你分担一半的伤害 就会达到免伤 抱头痛哭 前置动作手捂着脸 脸部出现弱点红色光芒 哭泣落下污染花苞 捧腹痛哭 腹部位置出现弱点红色光芒 可以使用花苞攻击 让手一开 每损缺三分之一的时候 会开始破坏场地 并召唤小怪 当它消失的时候 玩家会红色光芒追踪 期间可以清除小怪 走位点可以参考图片 花苏 中文字幕——YK 追踪能量球 中心凝聚能量球 小颗的会飞向玩家 跑往发射方向可以闪避掉 不要回到原位 大颗能量球会飞向玩家起始位置 血量剩下六分之一的时候 会先痛哭 然后场地上出现光束 这段时间本体不会攻击 专注闪避地上红色光芒区域 闪避之后留意本体否发出其他光芒 探头抓人 前置动作投往前倾 四处搜寻 玩家只要走向本体附近 他就抓不到 以上就是一望之主的攻击模式 希望有助于大家判断 都可以顺利挑战成功 感谢您收看本次影片 如果觉得影片对您有帮助 欢迎在下方按赞开启小铃铛